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好的初见 从骑车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车后初见 我是静静 今天我们要试的是东风本田的CRV 我刚大概算了一下 04年它刚刚进入国内的时候 我才8岁 到现在已经过去17年了 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跨度 而且更恐怖的是 这17年里面 它的销量一直居高不下 可以说是长青藤一般的存在 但今天我们试的不是一个普通的CRV 而是CRV的插电混动版本 之前也出过混动版的 又有燃油版的 再加上它的话 CRV整个车型的底下 一共有三种车型了 可以说是布局的非常细致了 17年前 本田第一款引入国内的SUV就是它 17年后的今天 本田也是第一次把插电混动技术 放在了这台CRV身上 可见本田对它的重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CRV 这台的处理 证明了它这种Hybrid的身份 还有就是进气格山这个部分 做了三条银色的镀铬式条 因为这个插电混动版的CRV 在整个CRV的家族里面 可以说是一个旗舰版的车型 这三道杠就让我想起了 大队长袖标上那三道杠 有种大哥的感觉 还有就是它整个车身的周边 做了一些黑色烤漆的这种装饰的套件 看起来也会更时尚一些 车尾也没有什么变化 就在这多了个标 EPHEV来表明它的身份 主要是想来说一下后备箱 我们拿的这个是一个次顶配版本的 它是没有电动尾门的 只有顶配版的才有 我就觉得这个价格 你不给配个电动尾门 稍微差点意思了 然后另外就是 你会发现插电混动版的车型 因为有电池 然后有油箱什么的 所以它对于这个后备箱的空间规整度有一点的影响 它形成了一个台阶式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但是也考虑到就是 如果你放一些大件的物品 这种特别容易滑动 不太安全 所以呢 空间魔术师本田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把这盖板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撑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盖板放下 它就形成了一个纯平的空间 就可以去放大件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而且它这个桶是挺低的 所以放重物什么的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咱们进车里看一下 这款车型整体的内饰风格 包括布局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 整体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那本田的车给我的这种内饰的感觉 就是简约 朴素 务实的这种感觉 一切从实用出发 所以它的用料啊 包括这种材质方面 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用料非常的足 但是如果你想说 从这个设计里面去找一些时尚感 或者是什么的 那就够点呛了 但是好在呢 这个车型 它增加了一种内饰的配色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配色 是个浅灰色的内饰 然后加上一些木纹的设计 没有那么的功课难了 说实话呀 虽然已经习惯了 就是虽然已经不想说了 但是还是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车机 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样的感觉 这都已经2021年了 就屏幕还是这么点 然后这块也不是全屏的 还有物理按键 然后功能也就那么几项 我觉得现在科技发展这么迅速 怎么着咱也得有一个什么 CarPlay CarLife之类的 现在这个车机系统确实是过于成就了 希望本田的设计师们能够把这个心思 多用在车机上一点点 哪怕就一点点 好吧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擦电混动版的CRV相比之前的车型 它的长度增加了73毫米 但是这个长度的增加没有体现在乘坐空间上 还是跟之前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电池 包括油箱等等的整体的布局 所以它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另外就是作为空间神偷的本田 我觉得它在空间的一些小设计上还是挺抓人的 比如说这儿 给它抠出来 然后还有这儿 然后放下来 这样就形成了很多空间的储物的小格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像顶配版车型这块是有一个娱乐系统的 但是我们这个次顶配就没有 不过还是很方便 就是比如说我长途出行坐在后排 我的手机要充电 从这儿连上线之后 如果这儿没有一个地方放手机的话 我就只能放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然后现在有了之后 而且还有个卡扣 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这儿可以放一些小零碎 然后包括这儿可以放一个纸巾盒 然后放在底下 然后这边呢 背架里面可以放一瓶水 然后拖个手 是不是感觉还挺实用的 好了 咱们现在把车开起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把这台车开起来了 因为这台车其实跟这个混动版的车型 都是基于IMMD这个系统去打造的 所以它整体的行驶质感是差不了太多的 无论是底盘的调校也好 动力的输出也好 都是属于那种很顺滑很舒服的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好开 这辆车之前刚刚曝光的时候 就有很多网友很担心它邮箱的问题 因为它的邮箱只有26升 那今天早上呢编导老师也问我说 静静你会对它的邮箱觉得焦虑吗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我不会 因为我在平常开车的时候 我不会管邮箱多么大 而我会管它能跑多么远 只要它续航够 我觉得邮箱大小不是问题 那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短暂的试驾 所以也没有办法在加满油充满电的情况下 然后跑进了去测一下它的续航里程 但是我问了一下教练 他们试过 他们说能跑500多公里大概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的话 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是够用了的 而且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嘛 即便你跑到很极限的情况下 找个加勾站 加点油 那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 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台车呢 还是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 它作为一台插电混动车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就是驱动模式 第一种就是纯电动驱动 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就是 它的仪表盘里面会显示这个EV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台纯电动车来看待 那如果在电量不是很足的情况下呢 你还可以点开这个HV这个按键 然后现在这边就显示了一个HV的指示灯 你就是混动模式了 它这个时候就是通过发动机给这个电机发电 然后来达到这样驱动车的一个效果 那当你在纯电模式下电量较低的时候呢 它也会自动切换到这个模式 如果你想要给你的电池充电呢 你还可以长按这个HV键两秒 现在就开启了这个HV充电模式 它就可以用发动机去发电 然后给你的电池进行充电 但是呢它只能充到60% 就这边你显示只能是12格 满格是20格嘛 那如果你想继续再充满的话 就只能用充电枪来充了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热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是拿油去换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纯发动机驱动 无论你在什么模式下 只要你把油门踩到底 再往下踩一下 它有一个出发点 你很明显脚感能感觉到卡 那么一下才是在用纯发动机来驱动 但是呢因为本田的这套系统 它是鼓励我们多用电少用油的 所以对于我们日常来说呢 发动机直驱的这种情况 就会相对来说偏少一些 最后呢还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价格问题 因为它现在售价也已经出来了 273,800到299,800 一共有三个配置 大家都觉得这个定价略微有点小贵 我也觉得稍微有点贵 但是我想到呢 就是插电混动车它有一个优势 像上海而广州啊 它是能够享受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的 所以这种城市的朋友 买这辆车可能是比较值的 那至于其他地区的朋友们 你们会买这台车吗 你们会因为什么而选择它呢 欢迎你们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我觉得呢 就是一定会有人为它买单 但是可能不会太多 好吧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手出见 我是金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